刚才在第一段 作者说了风俗非常重要 它在决定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信仰中 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第二段开始了 它为什么会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第二段详细来描述 咱们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它说 No man ever looks at the world with pristine eyes 没有一个人能用纯洁 无瑕的眼光 来看待我们的世界 就上来说 我们一定会受到其他东西的影响 而这个东西是什么 引出我们的风俗 With pristine eyes方式壮语 pristine是个生词 叫做纯洁的或者全新的 就extremely clean or new 纯洁的全新的 完全没有用过 就原来出场状态 就这么一个 比如说 He has a pristine repetition 这个人名声名望 纯洁无瑕 没有一个小黑点 就是这个人的名声没有缺陷 就像比如说 李延龙 李老师往里坐 一辈子没缺过得 这属于He has a pristine reputation 再比如说 The bike was in pristine condition 这个自行车处于全新的状态 没有用过 跟出场状态一样 就是没有一个人 能用这种眼睛或者眼光 来看待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 那么看待世界是受到什么影响呢 咱们看第二句 He sees it edited by a definite set of custom and institutions and ways of thinking 他就是第一句话 那个人 他看待我们这个世界 sees it 这个it 当然是指的world 后面edited到句末 这是一个过去分析短语 当方式壮语 就是经过剪辑之后的 这个方式来看待 这个edit本来表示编辑一个文章 或者剪辑一个电影 一个电视剧 这个后面ed by是通过什么来剪辑呢 第一个是 a definite set of custom and institutions 就是一套明确的风俗习惯 definite是明确确定无疑的 set 根本是一套一组的意思 institution 咱们在论教育那颗书讲过 本来可以表示大型机构 派生意是风俗 另外一个含义是风俗 跟custom是同一词 这两个词是同一词连用 就像阴谋诡计 叫schemes and intrigues 这两个都是诡计 放在一块连用 就风俗习惯 再放在一块 是同一词连用 还有什么呢 思维方式 就是他看待世界的时候 是经过一个特定的 这个风俗习惯 还有思维方式的简辑之后 用这种方式来看待我们的世界 这个我们先看一看 复习这个institution 它本来表示大型机构 有这个意思 这是可数名词 我们在第三个上课讲过 咱们复习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一个金融机构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教育机构 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一个慈善机构 这是机构 那本文中完全不同 本文中的意思 表示风俗习惯 跟custom是同一词 风俗 比方说 drinking tea at 4pm is a popular British institution 在下午四点钟喝茶 是一个流行的英国的习俗 一个风俗习惯 那就这个意思 那么本文中说 经过这个简辑之后的方式 来看待我们的世界 这个edited by 这个结构见过之后 就可以放心用了 为什么多做精读呢 林老师说 见过的在写 听过的在说 咱们新概念 这套经典教材中 见过的表达 作文中 把它使用上用对了 当然可以给文章 增光填彩 那么我们 林老师在在线 还推出了咱们的 新概念的 写作专项强化 这个课程 这里面 就是把新概念 三四册的重点句 讲了讲之后呢 在后面 还各附上了十篇范门 你看四册 写作强化课程里边 就附上了十篇 咱们考研的 历年真体的作文 其中2007年的片段 就用到了这个搭配 咱们先看一看 考研的大作文 在历史上 多数都是用插图 看图 这是07年的真体 你看这图片里面呢 是一个运动员 正在发点球 要踢球了 这是守门员 在球门呆着 这个两个人脑袋中 蹦出两个图像来 这个守门员觉得呢 哎呀 球门特别大 自己特别小 像小蚂蚁一样 这个运动员一看 哎呦守门员 像个大巨人一样 把球门都挡住了 让你根据这个图 写一篇文章 咱们看看这文章的片段 这是李老师给他写的范文 你看很多 用了咱们新概念的表达 咱们大概过一遍 看一看大一 他说 就描述图片中的内容 正如在这个漫画中 能够看到的 这S引导了一个 非线的性定义丛句 S关系代词 在定义丛句中 除了主语 他修着后面整个主句 这个东西在图片里 能够被看到的 是什么呢 A soccer player 一个族群人员 那么正要发点球呢 正要做模式 be on the point of doing something 这在新概念三册第24课 咱们讲过 正要 make a penalty kick 就发点球 而will rest 这个守门员就goalkeeper 正在让自己准备好 来这个发点球这事 prepare oneself for something 使某人准备好做模式 然后呢 这两个人头脑中 蹦出两个图片 咱们描述这图图吗 对吧 two different images pop up in their minds at the same time image 不是心目中的 这个图景 啪啪蹦出来了 在两个人脑袋中 蹦蹦蹦蹦 蹦出两幅图来 同时蹦出 讲话好 哪幅图呢 the attacker 就是这个进攻 放在这队员 is under the illusion that the goalkeeper is as big as the goal so tha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for him to shoot in 这个运动员呢 有一种错觉 be under the illusion that 我们这个讲过 就有错觉 咱们三册的41课就讲过 宁静田园兽的假想 在四册的18课咱们也讲过这个错觉 这个事 有错觉怎么样呢 这个守门员呢 就像一个手 这个球门那么大 这么快把球门都堵死了 因此呢 对他来说 射进去 输定 几乎不可能的事了 why are the keeper on the other hand 而这个守门员呢 在另一方面怎么样呢 is daunted by the delusion that 是被这种错觉给吓坏了 be done 表示时髦而害怕 就是因为他太恐惧了 那么我害怕 delusion 就是刚才这个 illusion的一个替换 哪个错觉呢 他变成了一个turn 可以变成什么人 后面可以不加贯词 他变成了一个无助的一个猪如dorf guarding a gigantic goal 所谓的一个硕大无比 这个球门 球门特别大 他自己变成一个小猪如 下面描述这个图片 说明什么道理呢 跟后面说了 the lesson we can draw from this picture is clear and simple 我们能从这个图片中 所得出的教训 draw a lesson 得出一个教训 是简单而又明了的 这个这个是 是什么呢 all too often 叫倒霉的事常常发生 常常会怎么样 when overestimates th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he faces and underrates his capabilities to cope with them what 咱们讲过 泛指人们 人们这个怎么办 常常会高估 这个他所面对的这个挑战和困难 而王某过低的评价了 他自己应付他们的能力 and the race 就是评价过低了 cope with 应付出了解决 你看后面这句话 no man ever looks at this world with pristine eyes 这个算抄袭吗 这个不算抄袭 全文背诵都拿过来 这个算抄袭 部分小句子 小句型的借鉴 这是借鉴 这不叫抄袭 我们在这用的恰如其分 那么为什么头脑中蹦出不同的错觉来 没有一个人看待这个世界 是用纯洁无心的 就是纯洁无暇的眼光来看待 就像这两个运动员一样 我们说了 he sees it edited by his own feelings and ways of thinking 他看到世界时 是受到他自己的感情 或者思维方式的剪辑之后的这么一个世界 你看这个里边也是用的类似结构 edited by 结构一样 把后面这个东西变一下就行了 我们说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表示确实是实情 什么呢 when one is at a critical time in his life 当人们处在生活中的关键时刻的时候 尤其是这样 be the case 也是三册四册都出现过的 critical也讲过至关重要的 fears and tension preoccupied him at this very moment truth distorted and confidence destroyed 就是恐惧和紧张 完全控制了他 preoccupied 就使他完全被操纵住 被控制住了 充满了他的心灵 在这个时刻 moment就是刚才那个time 那么事实被扭曲了 并自信心被摧毁了 后面联用两个独立主格结构 truth和confident都是逻辑主义 后面的过去分寸 distorted destroy是过去分寸 好 下面进一步看 他说 to calm his nerves and pluck up his courage he has to realize what the truth is and admit that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if he fails at its time 为了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 nerves可以表示 acalm with nerves 固定搭配 那么平静下来 pluck up 就鼓起勇气 振作其信心 这个咱们也讲过三册的 大概是第34课里面 我们讲过 鼓起勇气 也可以用summon up 等等等等来代替 鼓起勇气来 他怎么样呢 他必须得认识到 事实是什么 并且承认呢 如果他这是失败的话 这不是世界末日 然后then gradually and often quite swiftly the process of recuperation begins and a better result may be anticipated 并且这个渐渐的 并且常常很快的 怎么样呢 这个恢复的过程就开始了 并且我们可以预期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这个逐渐的 并且常常很快的 恢复就开始了 一直到这 这都是借鉴字 未来怎么46颗 秋节就是写的如 这个页月号 这篇文章 未来怎么会看到 你看这个表达力充满了 三四册的闪闪发光的 这个影子 但是却没有抄袭的这个嫌疑 因为我们是借鉴部分表达 天下文章一大抄 但不能全抄 拿来部分片段 这是可以的 这摘一个珍珠 那摘一个宝石 穿成一个新的首饰 这个允许 但整串项链拿过来 这个不行 所以看一些精华表达 把它背下来 否则的话 你得不到受用 所以做精读最重要 好 再回到段落里边 来 看第二段的第三句 作者进一步表示了 你看 他说什么呢 Even in his philosophical probings he cannot go behind these stereotypes his very concepts of the true and the false and the false will still have reference to his particular traditional customs 他说不光是在日常生活中 看待这个世界 甚至一个人在他 在哲学的探索过程中 探索哲学的过程中 probing来自动作 probe 探看 探索 他怎么样呢 他也不可能能够绕过这些旧框框 这个stereotype 叫旧的框框成规 这个stereotype 就是相当于上一句话中的 customs and institutions 这是一个同一词替换 也不是同一词 类似表达的替换 成规就框框的束缚 gobin跑到后面去 绕都绕过去 也绕不过去 后面进一步解释 他的对于是非的这种概念 varied 就是加强一句 就是这个概念 对错是非的概念 怎么样呢 依然要与他的特定的传统风俗 与他相关 have reference to 就与他有关 所以呢 探索哲学的过程中 也离不开他所在的 这个社会文化的限制 这个里边有一些表达 咱们看一看 首先这个probing 它是个动名词 来自于动词probe 就是打探 探究和调查 这probe好记 他做名词可以表示 医生用于看看病情况 那个探针 探针 往里面看一看 这个探针 做动词打探 就是to ask questions in order to find out secret or hidden information about somebody or something 就是来问问题 为了来发现 或者关于某人或某事的秘密的 或隐藏起来的信息 就探究 打探 调查 事实真相 是什么 隐藏起来的信息 究竟是什么 就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robe probe 咱们看一些例子 他挤物不挤物都行 先看不挤物动词 he didn't like the media probing into his past 他不喜欢这些 不停地打探 他的过往历史的媒体 这媒体在打听 在以前的情况 他可能是大明星 打探 probe into 可以这么说 那么也可以当极物动词来说 直接加并语 你看 a TV program that probed government scandals in the 1990s 一个电视节目 什么节目 加定语从据 他在探究 或者调查 怎么样呢 在1990年代 上世纪90年代 总统那些丑闻的 这么一个电视节目 这个probe 叫探究 打探 调查 本分钟probing 就动名词 还是探究 打探 调查 这个意思 即便在哲学的 探究 这个even in his philosophic probing 这个in 还是表示在什么过程中 时间状语 在过程中 他也不可能 go behind 就绕过去了 跑到后面去了 跑到这个后面去 绕过这些 成规 这个stereotypes 就是成规 就是成规旧框框 咱们来看看这个解释 它跟另外一个词 是行进词 做个变析 我们大声在读那边 stereotype stereotype 可视名词 表示什么呢 image idea character etc that has become fixed or standardized in a conventional form without individuality 就是一种 这个 心目中的形象 或者一个念头 或者一种 个性 性格 等等 是怎么样呢 它已经固定化了 或者已经标准化了 以一种 传统习俗 这个形式固定下来了 并且缺乏个性 缺乏变化 就是成规 老一套 旧框框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一样 旧框框 成规 已经固定化 公式化 标准化的 成规旧框框 老一套 叫做stereotype 可视名词 本分数负数吗 是可以的 你比方说 我们看例子 He doesn't conform to the usual stereotype of the city businessman with a dark suit and road umbrella 你看 那么 conform to 固定搭配 叫与什么什么 相一致 符合什么 这是四六级 贝德动词 他并不与这些 通常那些 老一套 这是什么呢 就是城市的商人 那些旧框框 相一致 什么城市商人 就是穿了一身 深颜色的西装 并且拿着一把 收好的雨伞 就是他并不像 典型的城市商人那样 穿一身深色的西装 带一把收好的雨伞 这是成规旧框 大家都一样吗 这个叫stereotype 它有一个行进词 咱们阅读中 容易搞混 叫prototype 它后面也是type来结束 而且也很常见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 the first or original example of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or will be copied or developed model or preliminary version 就是第一个或原始的 某个东西的第一个或原始的 这么一个例子 它被复制 或者将被复制 或将被发展 就是初始的原型 或者是圆形 或最初始的版本 就是我们常常说 某个东西的原始的形态 圆形 雏形 模型 蓝本 其他东西按照它来复制 或按照它慢慢发展 出不同的变化 圆形 蓝本 模型 叫prototype 这个英语解释够清晰 咱们也看一下例子 the prototype for future school buildings 就是未来学校建筑的 这么一个模型 或者是一个蓝本 我们未来的学校建筑 按照这个 来把它签造出来 蓝本 或模型 再比如说 你看这个 prototype supersonic aircraft 超音速飞机的 这么个样机 supersonic 就是超音速的 样机 别的飞机 按照这个蓝本 来制作 这就prototype 而stereotype 就是成规旧框框 它也绕不过 这些旧框框 什么呢 就是风俗习惯 约定俗生的行为 对吧 旧框框 那么 his very concepts of the true and the false 它的对于对错的 这些观念 这个very是加强语气的 正是这个 不是别的哦 very就used to emphasize a noun 被用来强调一个名词的 用加强名词的语气 它的正是这些 正确错误的这个概念 这个观念 你比如说 he knows of very thoughts 它了解我们内心深处的 这个想法 very thought 正是这些想法 very是加强语气 是形容词 修是名词 再比如说 the very idea of going abroad delighted him 他一想到出国 就很欢喜 形容很高兴 正是这个想法 the very不是别的 就是这个 加强后面的名词的语气 就是进一步突出 强调的意思 它的对错 这个观念 这个概念怎么样呢 依然与它特定的 这个传统风俗相关 have reference to 叫与什么什么有关 have reference 和我们家其次2与什么什么相关 或有关 比如说 this has no reference to what we were discussing 这与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 无关 没有关系 与什么什么相关 就说明了 风俗 这个作用多么的重要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对世界的观念 世界观 人生观 包括对哲学的探究 都与风俗相关 与这一切 都有关 是表面这么一个含义 这个跳不出 这个风俗的这个旧框框 人都是风俗的奴隶 后面他引述了一个名人的看法 来证明作者的这个观点 这是美国大教育家 哲学家约翰杜威 怎么看他怎么说 John Dewey has said in all seriousness that the part played by custom in shaping the behavior of the individual as against any way in which he can affect traditional customs is as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vocabulary of his mother tongue against those words of his own baby talk that are taken up into the vernacular of his family 这个句子是个男句 但这个句子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四册前的课文中 咱们多次出现过 咱们大概说过 现在再看 基本就容易了 John Dewey 约翰杜威 美国的教育家 哲学家 他也是我们胡适先生的老师 当年胡适之先生去美国留学 他的导师是约翰杜威 名师初高徒 约翰杜威曾经说过 in all seriousness 是壮语前置 非常严肃地说过 这个后面 that重句到最后 当然是宾语重句 做sat的宾语 他说什么呢 the part 后面有play了 还有in了 肯定是作用了 发挥什么作用吗 对吧 后面play by custom inshipping the behavior of the individual 这名下后置的语 修饰part 就是风俗 在塑造一个人的行为方面 所发挥的作用 这个被这个发挥的作用 他不本来play 什么什么part in 这个宾语 跑前面去 当然用过去分子 风俗 在塑造人的行为方面 所发挥的作用 as against 这固定搭配了 老师讲过 a as against b is c against d a和 b相比 就如同 c和 d相比一样 这固定句型 看白颜色的突出这个句句句 与什么相比呢 as against any way in which he can affect treated custom 与他能够对传统风俗的 任何方面的影响相比 这个way可以表示方法 也可以表示方便 都跟这次印搭配 在这儿 发现的方便好一些 这个in which 到这个custom结束 这当然是定语从句 与他能够对传统风俗的 任何方面的影响相比 就如同什么呢 the proportion 这么一个比例 什么比例呢 of the total vocabulary of his mother tongue 就是他的母语的 全部的词汇量 of his mother tongue 修饰这词汇量 母语的全部词汇量 mother tongue 不是妈妈的舌头 是母语 与什么相比呢 against those words 那些字 什么字呢 of casual 叫做剧墨后制定语 his own baby talk 他的婴儿压压学语的那些字 什么压压学语的字呢 再加上定语从句 that are taken up into the vernacular of his family take up 也是采用或采纳 某个东西 这是多意思 这是采用采纳 被采纳进了他家庭的方言图语中的那几个字 相比一样 vernacular表示一个地方 方言图语 就跟标准化的普通话 是不一样的 某个地方的图语方言 家庭的方言呢 就是这家人听得懂 别的听着费劲 就是我们说过嘛 小孩子婴儿压压学的时候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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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别人不知道喵喵什么意思 妈妈知道 哎 宝贝要尿尿了 喵喵 就变成了家庭的方言了 这什么意思呢 母语的全部词汇量 跟婴儿压压学的 喵喵 这个比例 什么比例 前者比后者大得多呀 前者太大了 后者几乎会忽略不计 说明这个比后面大得多吧 风俗在塑造人的行为方面 发挥的作用 比人能够最传统风俗的 任何方面的影响相比 都有大的多的多的多 完全不成比例 对吧 就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句子我们好看懂了 咱们看一些里面的背景 首先这个John Dewey 约翰·杜威 就这么一个老爷子 他是American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d educator 是美国的一位哲学家 心理学家 同时也是大教育家 就我们说 胡适先生 老师 当起是美国留学 大使杜威 来调教他 名是初高徒 那么还有里面 这个小的细节 咱们也注意 A s against b is as c against d 这可以看作这个句子里的灵魂 它叫A 和B相比 就如同C和D相比一样 这个句型咱们可以切切 咱们看一个简单一点的句子吧 比如说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US as against that of DPRK is as the strength of an elephant against that of a mouse 这个句子更好理解了 对吧 他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 和朝鲜的军事力量相比 就如同是一个大型的力量 跟一只老鼠的力量相比一样 前者比后者大得多 That代替一些military power 后面这个That代替前面这个strength DPRK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名字太长了 咱们DPRK 就北朝鲜 这是约翰·杜威这句话 那杜威先生的话 进一步证明吗 风俗在塑造一个人的行为方面 发挥的作用是多么的巨大 几乎是完全决定性的 而人们能够改变传统风俗吗 背不住呢 但是沧海一塑 不足一提 是这么一个词 把约翰·杜威这句话 作为了作者 好 下面作者对杜威这句话 做了个评论 看作者怎么说 看下一句话 看屏幕 When one seriously studies 有个人说 有这个机会 能够独立的发展出来的社会秩序 没有被外族入侵 完全独立自主的发展起来社会秩序的话 怎么样呢 The figure 不能发现这个数字 Figure 在这就像 Figure of Speech 这个比喻的意思 在这就是比喻的意思 就上来约翰·杜威 把这个风俗的人的影响和人的因素相比 就好像母语的词汇量跟英文家学的喵喵 那个修相比一样 这是比喻吗 这个比喻就变成了一个 只不过是一个恰如其分的 不带个人色彩的一个陈述吧 No more than 是只不过是exact 精确的 matter of fact 就不带个人陈述的 客观的 observation 表示观察观测 或者是评论 某人说的话 在这当然是说的话了 杜威说这句话吗 这是一句大实话 就是说大实话 这个我们看看里边的一些小的细节 首先看看这个autonomously 就是自发的 自动的 没有别人干预的 它来自于形容词autonomous 叫自制的或独立的 这个特别好理解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utonomous autonomous 它来自制的或者独立的 没有他人干预 我自己统治自己 比如说 they probably declared themselves part of a new autonomous province 他们非常骄傲地宣布 他们自己怎么样呢 现在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省的 一个新的独立的省的一部分了 我们这已经自制独立了 自制独立的 再比如说 he treated us as autonomous individuals who had to learn to make up our own minds about important issues treat as we 把a当作什么来对待 他对待我们就是什么呢 作为是独立的个体 我们必须要去学会 那么我们对于重要的事情 自己做出自己的决断 这种独立的个体 就不依赖于他人的 独立的 只是地区一个自制的 我一个人独立的 本分钟就是独立发展起来 没有他人干预 独立发展起来 社会秩序 有机会 这个独立发展起来 严肃地去研究 这个社会秩序 怎么样呢 这个figure 咱们刚才说了 figure 这相当于figure of speech figure of speech 就是比喻的意思吗 figure就是这个比喻 比如说 get up with a lark is a figure meaning get up of bed early lark 比如云雀 跟云雀一块来起床 这是一个比喻 它的意思是 起床很早 鸟儿一起 我就起了 就跟中文的文鸡起舞 类似 这是个figure 或figure of speech 意思一样 比喻 no more than 这个简单 咱们以前说过 就只不过是 no more than 就像是only 只不过 你比如说 it will take no more than five days to read a book 读这边说 只不过五天就够了 花五天时间就够了 再比如说 it's no more than a misunderstanding 我说这只不过是个误会吗 只不过是 就多一句话呢 不夸张 只不过是一个 恰如其分的 并且不带个人色彩的一个陈述 matter of fact 什么意思呢 咱看个精确的英文解释 matter of fact 是个复合形容词 用两个hyphen 连字符连接 它不是 showing no emotion 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exciting frightening upsetting etc 当你在 在谈论一个令人很兴奋的 很激动的 或令人很恐惧的 或令人很沮丧的事情的时候 没有表现出任何个人感情的 就是不带任何个人情感的 别人说 哎呀好害怕呀 这个人谈的是淡淡的 这么一说 不带个人情感的 比如说 she told us the news of his death in a very matter of fact way 他用一种完全不带个人情感的方式 来谈论这个男人 他的死讯 男人可能跟他密切相关的人 他的老公 我老公昨天死了 昨天死了 不带任何个人感情 这种感觉 再比如说 he was very matter of fact about the breakdown of his marriage 他人 他对自己的婚姻的破裂 的态度 是完全不带个人情感的 我离婚了 昨天又离婚了 这不当回事 不带个人情感 就是客观的 客观 完全没有主观情感 所以整个句子好理解了 当我们认真严肃的研究 有机会自发独立发展起来的社会秩序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约翰·多威的这个比喻 只不过是一个恰如其分的 不带个人情感的客观的一个陈述罢了 observation就是言论或者某人说的话 observation就是 remark or comment 某人对某个事情发表的评论 说的这段话 observation 比如说 she made one or two observations about the weather 她对于天气呢 说了这么两句评论 发表一些看法 这就observation 这个意思 为什么呢 作者再下一句话 进一步讲道理 他说 这个我们说 这个一个人的生命的历史 of the individual 是修饰前面life history 一个人的生命的历程 一个历史 is first and foremost 是状语 在这边是首先了 首先 首先是什么呢 是他对于 这个 这个 在他的群体里面 集体里面 传统传承下来的 模式和标准的一个适应 一个人在生命的历程 就是不断的适应 他周围的 这个团体 历史传承下来的 就生活的这个小圈子了 这个 他的这个模式和他的标准 不断的适应 accommodation 24个讲过动作 accommodate 就是适应 不断的适应 否则的话 他无法在这个社群里面 去生存下去 这是进一步表明 为什么封锁对人的 性命的作用 这是解释了 为什么杜维说的话 确实是大实话 这个 里面的一些表达 咱们看一看 首先这个 first and foremost 就是more than anything else firstly and most importantly 首要的 最主要的事 首要的事 最主要的事 first and foremost 咱们看一下例子 he does a bit of writing but first and foremost he is a teacher 他确实也写点东西 但是他最主要的是呢 他是个老师 这是最重要的 写书呢 是玩票 当票友 再说 first and foremost we have to consider the morality of the enterprise 最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得考虑 这个企业道德 是首要的事 最重要的是 所以说 一个人呢 生命历程 首要的事 是什么呢 对于他周围环境模式 和标准的这个适应 accommodation 加借词to 这大笔给背起来 对于什么什么的适应 我们再读一下这次 accommodation 大家最熟悉的含义 肯定是住宿 住在某个地方 在这是对什么什么的适应 比如说 the accommodation of my plans to yours 我的计划 对您的计划的适应 的调整 就是我的计划 您不同意 好了 我再改一下 跟您的计划 尽量吻合 对它适应 慢慢去调整 调整以适应 这个新的东西 accommodation 这个24哥讲过 他的动词 就是accommodate 也是加借词to 我们再读一下动词 accommodate to something 适应了什么什么 比如说 her eyes took a while to accommodate to the darkness 他的眼睛 花了一段时间 来适应周围的黑暗 这个环境 原来在亮的地方 刚进黑暗的地方 一摸回什么也看不见 过了一会儿 慢慢能看清楚了 当然accommodate 有事也能做 几乎动词24哥讲过 accommodate a to b 调整a 以适应b 这个也行 名词就是accommodation 就是对于什么的适应呢 对于这个周围的模式 和标准的适应 什么模式 后制定于 traditionally handed down in his community hand something down hand it down 用过去分词 它来说hand something down 这是我们在第一课就讲过 pass something from older people to younger ones 把一个东西 从老人传到年轻人 传递下去 心火相传 就这个意思 咱们回忆一下 第一课讲的例句 the recipe was handed down from an ancestor of the family 这个秘方 这个秘诀 是家里一个祖先 传下来的 一代一代传下来 be handed down 这是卫语动词吗 本文中是非卫语 所以就没有这个必动词了 这是这个心火相传 在复习第一课的课文 咱们在第五页 第二行末尾到第四行开头 第五页的第二行末尾到第四行开头 遥远的回忆了 在第一课里边 the only way that they can preserve the history is to recount it as suckers legends handed down from one generation of storytellers to another 那么唯一的 他们能够保存历史的这个方式 就是作为Suck英雄传说 来这个去讲述 这个什么呢 英雄传说Suck是什么呢 就是从一代讲故人 传给另外一代的 这个英雄传说 Legend的传奇故事 还能这样跟本末尾一样 后知令予修饰 Legend 所以必动词就没了 是过去分次专誉 最后这个community 就是他生活的集体 或者群体 community 这不是社区的意思 它表示什么呢 a group of people who have the same interest religion race etc 就是一群人 他们有共同的兴趣 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有共同的种族 等等等等 就是这个集体 群体 他群体 传承下来的 不断传承下来的 这个模式和标准 一个人的生命历程 就是对他的不断的适应 否则的话 你根本无法立足 他说 为什么风俗这么重要 下面进一步说 咱们看第七句 他说了 from the moment of his birth the custom into which he is born shape his experience and behavior 他不是上一句话 生命历程就是 对风俗不断的适应吗 这怎么回事呢 展开呗 生命历程 从出生开始呗 from the moment of his birth 时间壮余了 从他出生那个时刻开始 这个风俗 什么风俗 into which he is born 定义从聚吗 他出生在这个 里边的这个风俗 他生存的这个小风俗 怎么样 塑造了他的经验 和他的这个行为 the shape 做动词 这个塑造 咱们前面说过 这个里边有些小细节 这个我们就是这个 说这个出生在里面的风俗 into which 第一个还是咱们以前说的 这个 关系代词 做介词宾语 要把关系代词 放到这个介词后面 这个语序 把它弄清楚 后面这个 shape 是一个极物动词 就是塑造了 塑造什么什么东西 好 这个进一步是怎么塑造的呢 进一步说 看一下 by the time he can talk he is the little creature of his culture and by the time he is growing and able to take part in his activities his habits are his habits his beliefs his beliefs his impossibilities his impossibilities 就说明如何塑造一个人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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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行为和经验 就是 把上一句话展开说了 前面这个写体字 一直到这个activity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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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activity字结束 都是时间状语 到了他能说话的时候 the time he can talk 这个the time he can talk 可以看作时间状语从句 那当然也有人把the time 后面那个he can talk 看作定义从句 修饰the time 也有人把the time 看作廉词引导 时间状语从句 都讲得通 都可以 到了他能说话时开始 怎么样呢 他就是他的文化 这个小小的产物 这个 这个斗号前面是时间状语 后面这个 he is the little creature of his culture 这是第一句话里的主句了 然后and是演出并列剧 到了他能说话时开始 他就成了他的文化的一个小小的产物 creature 就是受到后者 深刻影响的产物 受到后者操纵控制的一个产物 这里有的时候发现成傀儡 被后者所控制 他就是我们这个文化 这个制造出来的产物 造物 and有成并列剧 并且and by跟前面的并列 又是十年状语 这些例子 by the time 还是the time 看作廉词也行 by the time 后面这个黄颜色的 看作定义从句也行 都可以 到了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呢 他长大了 毕竟能够参与 这个文化中的活动的时候 这个文化的习惯 就是他的习惯 its 就是customs 对吧 风俗的习惯 就是他的习惯 这风俗的信仰 就是他的信仰 这个r被省略了 因为前面有r 所以后面就 is believe is believe 这个r被取得 我们写的事也不说了 并列剧 从未能够取得 its impossibilities 对于这个风俗来说 不可能的事 那么就是他 不可能做到的事 impossibilities 复述 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r被取得了 就是如何塑造了 我们的行为 和我们的经验 这个里面有一个词 咱们得看一看 就是creature creature在这不是生物 并不是一个动物 一个生物 它表示什么呢 someone who is controlled or influenced by a lot by something 就是受到某个东西 这个控制 或者深刻影响的 这么一个人 所以翻译成什么什么的产物 甚至什么什么的奴隶 或者什么什么的傀儡 都行 就受到后者控制 或者深刻影响的 这么一个人 你比如说 在搭配一般是 后面叫off 本文中就这样 creature of什么 什么什么的产物 或奴隶 甚至傀儡 比如说 a creature of habit 我们大家都是习惯的产物 或者习惯的奴隶 我们成习惯之后 每天不知不觉 总是这么做 本文中就说 是文化的产物 文化所控制住 对吧 受到它影响 甚至你看这句话 he is the creature of the government 它是政府的一个傀儡 完全被政府所操纵 被它所影响 这是creature这个含义 这是描述了 从小孩子会说话 参与行动之后 慢慢慢慢 文化的大环境 塑造了他的 一生的各个方面 行为思想的各个方面 好 后面进一步说 咱们看第二段的第九句 后面进一步说 他说 Every child that is born into his group will share them with him and no child born into one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globe can ever achieve the southern part 他说 任何一个孩子 后面黄颜色的 that到group结束 定义从句吧 出生在他的群体里 这个group 就相当于上一句话 就在前面出现过的community 一次 他的群体里的孩子 都跟他有完全一样的 them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指什么呢 就是指上一句话中说的那些什么 habits beliefs impossibilities 这个东西 他的习惯 他的信仰 他不可能做到事 任何出生在他的群体里的孩子 都跟他有完全一样的 是这些东西 share 我们在24号就讲过 可以表示 有一样的 有相同的 未必是分享分担 在这是这个意思 一会咱们会进一步复习 and 你说变得去 没有孩子 什么孩子呢 这个黄颜色又是后制定了 出生在地球的 另外一面的孩子 能够获得哪怕千分之一的部分 就是这个文化在地球另外一面 你发现跟他完全不同 没有任何一个出生在地球另外一边的这个孩子 achieve可以表示获得取得吗 能够获得千分之一的部分 Soudness 在这不是第一千 就千分之一的一次 千分之一的部分 就是这文化多么的强大 完全是文化的产物了 首先这个我们看的be born into 但我们是说有时候用be born in也行 这个加in呢 一般后面跟一个大的地方 出生在某个国家某个城市 如果出生在某个家庭某个群体里面 一般加into更常见一些 你比如说 I was born in Tokyo 他说我出生在这个东京 这是这个城市 Mag was born into a large family 这Mag他出生在一个大家庭 这时候加into 好一些 本分中一个群体里面 加into好一些 加in呢 也不能算错 但into更好一点 这个下面就说是一个share 24个咱们讲过 share这里表示 to have the same opinion quality or experience as somebody else 跟另外一个人 有完全一样的观念 或者是某种属性特征 或者是某个经历 某个经验 等等等等 就翻译成有一样的 有共同的 24个就讲过 先复习 I believe my view is widely shared 这是有一样的 有共同的 这是被动了 中文中文主动翻译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 有一样的看法 对吧 有主动翻译 复习24个的句子 在138页第8行最后 到第9行 138页的第8行最后 到第9行 你看这个句子 in some moves nature shares it 在某些状态之下 大自然有一样的能力 就是使人联想到天外世界能力 这个能力 这个实际上是有一样的 百分钟的进一步告诉我们 share something with somebody 可以后面进一步加固定搭配 与这个人有一样的什么什么 如果与谁呢 可以加with somebody 我们也同时看一些例子 people often share their political views with their parents 这部分的分享了 是什么呢 人们往往跟他们父母亲 有同样的政治的一些观点 就是孩子的政治观点 往往跟父母亲一样 小孩子天天听话 妈妈这么说 长大之后看法一样 或者是我们看 stubbornness was a categoristic he shared with his mother 这还是share something with 为什么呢 定义从句嘛 send the witch he shared with his mother 那个witch被省略了 为什么做share的宾语嘛 就是stubbornness就是倔强 是这么一个特点 什么呢 他跟他妈妈一样的特点 他妈妈那么倔 他也是这么倔 这是余某人有一样的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他的文化中的 任何一个小孩子 跟他都是一样的 你看一个小孩子 一夜之秋 一般亏全暴 那整个文化就是这样 别的孩子你看 跟他完全一样 而在地球另外一面的 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孩子 哪怕能获得其中千分之一的部分 好 他进一步的说 那么所以啊 文化就很重要了 我们必须了解文化 对吧 所以你看后面 就多出这些看法 他说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 他省略了很多东西 首先这个 其实后面是个定语从语 他省略了关系在此which 为什么呢 关系在此说谘语嘛 做什么的谘语 做后面understand他的谘语 注意这个定语从语很特殊 他的主语是形式主语 it is more incumbent upon us to do something 这个incumbent on 或者upon somebody 表示某人有责任这么做 他说这是 对我们来说更有责任 应该这么做 去干嘛呢 to understand 这是真正的主语 动词不定是做真正主语 就是定语从语里的真正主语 他前面这个it是形式主语 这个which呢 我们看到做understand的谘语 去理解这个社会问题 对我们来说 更有责任理解这个社会问题 那这个没有任何的社会问题 比这个更有责任 让我们去理解它了 比什么 than this 这对是个代词 代替什么呢 当然是this social problem 有语境吗 这个社会问题吗 什么社会问题 就是风俗的作用 这句子比较绕 说白了就是 这再也没有什么 其他的社会问题 比对于风俗的作用 这个社会问题 更 我们更有责任 去了解它了 就是这风俗的问题 是我们最有责任 应该了解的东西 它在社会中作用 实在是太重要了 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比较特殊 因为这个定义从俱的 这个主语是形式主语 首先我们先看看 这个incumbent on 或upon 这个生死中讲过 进一步把剧情记住 it is incumbent on 或者upon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某人有责任 做模式 前面it是形式主语 to do something 就是真正主语 看一个例子 it is incumbent upon parents to control what the children watch on TV 父母们有责任 控制孩子们在电视中 看什么东西 色情暴力恐怖 小孩子就不能看 这是某人有责任 做模式 文中说什么呢 是定义从俱 主语形式主语 这个形式主语 说定义从俱主语 或者从俱的主语 是形式主语 这个情况 咱们多次见过 先复习三册的三十二课 学四册同学 如果没有学过三册 强烈建议 把三册好好看一看 三册里面重点更多 六十篇文章 他说 the most valuable find of all was the ship's logbook parts of which it was still possible to read 看到了吧 他说 最有价值的发现 就是船上的航海日志 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目前依然清晰可变 大家注意定义从俱 it was possible to read 这个it 形式主语 read to read 这个to read是真正主语 read什么呢 就前面这个which 或者更精确了parts of which 就航海日志的一部分 要读它 现在依然是可能的 it was still possible to read 形式主语 我们再看第十一课 咱们四册十一课 六十五页的第三行到第五行 六十五页的第三行到第五行 第十一课 就是这个如何变老 这个书 but in an old man who has known human joys and sorrows and has achieved whatever work it was in him to do the fear of death is somewhat abject and ignoble 但是在这么一个老年人身上 他已经了解了人生的悲欢 并且已经获得了 已经取得了 或者实现了 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 完成的所有的工作 whatever 是引导 这个必语从句 他的主语 也是形式主语 it was in him 什么是in him呢 to do the work 做这个事情 在他能力范围之内 in him within his ability 这个我们在第十一课讲过 类似 所以这几个句子 放在一块比照 咱们读类似的长男句 就轻松一些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后面进一步 把这个作者观点夯实 看第二段最后一句话 他说 until we are intelligent as to its laws and varieties the main complicating facts of human life must remain unintelligible 这里面用词可能有些难读 until 黄颜色的 当然是时间状态从句 直到我们对于风俗的规律 还有风俗的千变万号的种类 这个有所了解 那么在人类生活中 这些主要的 这个错综复杂的事实 肯定一直是让我们无法理解的 直到我们了解风俗为止 这个 其实这就是untilable unintelligible 暗含了一个not 就not until 直到什么什么才 我来说就这么发言 直到我们对这个风俗的规律 这s s2是关于 its 就是风俗的 只是custom 风俗的规律 和这个风俗的种类 有所了解 我们这个人类社会中的 主要的 这个 这个事情变得错诺复杂的事实 这个 才能够被我们所了解 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里面有些词不好理解 首先intelligent这里不是聪明的 而是表示了解的 明白的 都了解了 complicating 表示使事情错综复杂的 如果表示本身错综复杂的 可以用complicating complicating 使事情变得错综复杂的 unintelligible 表示难以理解的 难以理解的 这几个词我们得做的辨析 首先这个intelligent 这里表示 showing powers of understanding 就表现出了 能够理解他人这个能力的 就能够理解的 了解的 而不是聪明的 这个要注意 看例子 比如说 the vast majority of us are not intelligent about the whole thing 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 对整个事情并不了解 本文中 这个intelligent 是了解的 另外后面s2 is law s2是关于吗 对于吗 对于风俗的规律 和风俗的种类 s2这里相当于about 或者with regard to 也就相当于regarding concerning这些字 关于 he was uncertain as to which road to take 他拿不准 关于什么呢 关于究竟应该走哪条路 他拿不准注意 as to关于这个事情 再来说 we are puzzled as to how it happened 对于这事 怎么发生的 我们现在很迷惑 对于关于 本文中还是 对于风俗的law 当然不是法律 是规律 对风俗的规律 和风俗的种类 直到对他有所了解 否则怎么样呢 否则人类生活中 那些使事情错综复杂的事实 必将一直是不可理解的 unintelligible 这里翻成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不可能理解的 难懂的 再比如说 what he said was completely unintelligible to me because he used many technical terms 他说的话 对我来说完全无法理解 因为他使用了很多的技术的术语 unintelligible 全部表示无法理解的 所以他进一步强调 风俗是这么重要 所以我们必须对风俗要有所了解 否则的话 人类生活中那些复杂的事实 错综复杂的事 根本我们是无法理解的 那么第二段 进一步表明了 风俗有多么重要 而进一步引出了这个话题 就是我们必须对风俗有所了解 去研究 但风俗应该怎么入手呢 怎么研究呢 去研究风俗的前提是什么呢 下面在第三段中 坐着再慢慢去把它倒来 第二段跟老师先看到这